網羅天下趣事 搜尋萬種風情 修結敏儀和你站在 精彩生活起跑線 早安 歡迎大家收聽 由傑哥和敏儀主持的精彩生活起跑線 傑哥早安 敏儀早安 感恩節假放得怎樣?開心嗎? 挺開心的 但我覺得感恩節的Black Friday的貨品 其實不是減少了很多 供應鏈斷裂 甚麼都在起價 再加上沒有貨賣 所以今年很難說 我覺得不是特別便宜 便宜便宜少少 我自己也沒有特別很多東西買 但我女兒便買到很多東西 因為不用她付錢 即是這樣才回來探望你 是呀 她回北加的時候 打給我在機場 她說媽咪我見到地上20元 我說女兒你不是想收拾嗎? 她說不是 不過我見到而已 其實她可以告訴機場工作人員 有人跌了20元 是 即是我們中國人的文化 有句甚麼? 俗話叫做甚麼? 地上撿到布 問天問地拿不到 是呀 所以其實這件事 來到美國未必是這樣 我覺得很多人的價值觀不一樣 應該這樣說 講開美國 我覺得會不會是一些 整股人的影片 特意跌些錢 或者有些甚麼 看看有沒有人收拾 接著拍他 接著就放上網 我會覺得有這樣的機會 以前好像網絡電視上 很多這些東西 搞笑 特意那部車不鎖 看你怎樣 好像如果那些人 特意整股你的車沒有鎖 而你看見那部車沒有鎖 那條鞋子在上面 鎖走部車是很嚴重的 警察試過這樣放射的 警察就特意試一下去捉這個偷車賊 但是整股人那些 可能放些鈔票 即是銀紙在地上 看看有沒有人收拾 所以我跟阿呂說 第一 路不實為 不要亂收拾 沒錯 第二 真的隨時如果那些人 惡意搞的 拍了你 放了上網 那就死火了 如果你收拾了 你又沒有交給機場的 相關工作人員 然後你倒進袋子 影片鋪出來 你的形象一定受損害 但是我覺得 真是個人的行為 我試過有朋友 曾經跟我說 我在一個公園 撿到一隻鑽石戒指 他真的撿了 我說 你為甚麼撿人家的鑽石戒指 他答案是 我不撿也有人撿 我說你有沒有想過 如果真是那個 失物的主人 已發現不見了 他回去找的時候 已經被你撿了 那就沒有了 沒有 可能那隻鑽石戒指 是他那個失主的 很重要的一個紀念品 是的 但是我覺得 前半月你那個朋友 覺得對的 我不會撿到人家撿 其實最重要的是 你撿好之後怎麼辦 你撿好之後怎麼處理 撿好之後放進袋子 我就覺得 不值得提倡 他說撿了當然放進袋子 我就很不贊成 我跟他說了很多 如果那個主人 這隻戒指 可能對他很有意義 他回頭找 已經被你撿了 後來 好笑 後來他在香港 真的有撿到一個銀包 是否被我影響了 他真的沒有把銀包放進袋子 沒有撿到錢 他把銀包 很深地說拿去警局 怎麼知道他走著走著走著 走著很遠 都看不到警局 原來很遠的警局 然後他居然放棄了 他就 那算了 放在巴士站那裡 其實香港街上有很多警察 我想他找不到 那我又覺得有一點 是否好心做壞事呢 你把銀包由A點 本來想去B點 但去不到B點 你就在C點放在那裡 那個室主 可能他會走回A點去找 但是銀包 就已經被你帶去C點了 這次雖然沒有放在袋子 但是處理方法都不對 我家裡的人撿過東西 我家裡的狗撿過東西 撿什麼 手機 嘩 這麼厲害 那些可能做Garden那些工作人員 掉了是嗎 就放在那裡 放在那裡 大狗逛街 他突然說 咦 直接擋在口裡玩 是一個很舊的手機 我拿著手機等人打電話來 等了三天都沒有人打電話來 後來手機直接停了 即是那個人已經放棄了 不要了 所以我手機都把它扔掉了 即是很舊的手機 那其實應該怎樣做呢 真是 如果在美國這些這麼舊的手機 你交給警察 老實說警察的做法跟我都一樣 是 扔掉它就算了 因為它已經停了機 所以我覺得譬如說你撿到錢 其實應該交給警察 當然 要在機場就交給機場工作人員 我剛剛撿了這麼多錢 你自己處理了 不關我的事 對的 如果你撿到這個 譬如說手機等貴重的東西 其實處理方式都同樣 但是如果你說 譬如說一件衣服 這個是美國經常看到的 有一件衣服在地下 那這些就忽略了 其實那件衣服都已經很殘舊了 是 殘舊 我都覺得我們是不應該拿的 不要去撿 是的 或者人家有 其實很多人都有地上撿到寶 問天問地拿不到的心態 在兩個星期前 不知道你有沒有留意了一個新聞 在加州的Corsburg 那裡的地方 就有一架鈔票車 運鈔車 應該是運鈔車 因為那道門 不小心 不知道為什麼會突然打開了 然後那些鈔票就周圍飛 在公路上周圍飛 所以真的很奇怪 有很多人走出車去撿錢 是啊 其實這種情況 在世界各地都有發生的 你說這個新聞 我看到媒體報道的提示 就是突然天上下起了鈔票雨 所以很多人停車撿 這個新聞其實都值得我們去 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都是我們在美國生活的 一個很重要的常識 是 第一個 你這樣撿是否犯法 犯法 是犯法的 是犯法的 第二 你這樣撿其實很危險 因為在高速公路上 是 可能 你幸好後面的車速度慢 如果他會不會做得很快呢? 很危險 而最關鍵的就是這樣做是犯法的 但我覺得很多人是不知道 為什麼呢?因為很多人收拾完之後 就拍照、拍影片 還拖上網 拖上網,發了影片上去 我覺得他們是完全不知道這樣做是犯法的 有一對男女更搞笑 她只顧著收拾這些錢 她自己的車鎖了 結果是沒有辦法回上車 警察來到的時候自然 一男一女就動了 這叫做什麼?夢中觸別 走都沒辦法走 但我覺得他們是不知道這樣做的犯法 而且他們拍了很多照片 上網 所以警察這次這件事件 其實有很多證據 可以看回網上的影片 去鎖定有關人士去抓他 或者他們呼籲48個小時 你就好把錢拿回來 我有點好奇 如果這樣天上下起鈔票如這樣的情景 那我就收拾了 那你猜是否收拾到950元? 總之這樣收拾的行為是犯法的 偷東西有個犯法 所以都是犯法 其實我有興趣 如果大家收拾旁邊的聽眾 如果當中有些法律工作者 不如跟我們解釋一下 如果我在街上收拾鈔票 第一是犯法的 但是加州有個規矩 偷不夠950元是不追究的 那我收拾不夠950元 你又抓我? 那是否有點不公平? 可能 不知道這個法律真的很矛盾 反正便宜莫貪 其實這個是無論在哪裏生活 都是一個很重要的準則 其實世界是一樣的 在香港都發生過類似的情況 在2014年 香港也是有一個運鈔車 又是 更厲害 它是一群一群五百元港幣的錢 是跌了出來 亦都是很多的市民 嘩 不停去收拾 其實一樣的 都是犯法 那些不是鈔票魚 一群一群的那些 是鈔票石頭 是的 真的是 鈔票磚 但是在2018年 香港有個 都有一些錢的人 他就在搞搞鎮 他就在某一個大廈的上面 撒一些銀子 等些人去收拾 他是分開撒和 分六次來撒 那些是犯法的 那些是犯法 警察當然是拘捕 你搞到整個街的人 就是撒錢的犯法 撒錢的犯法 因為你是惡意造成混亂 其實美國的法律就是這樣的 你明知道那件事不是你的 而你把它據為己有 這個就是犯法的 未必是偷 未必是搶 撒都不行 或者我們看到很多 一些在裝修的屋 就是開放了 沒有關門的 是 進去拿東西都不行 當然了 你進去都不行 因為不是你的地方 又不是你的東西 那是私人地方 所以其實在美國 如果你萬一遇到這些情況 一定要知道 就是 不是你的東西 你據為己有 無論用什麼形式 都是犯法的 其實在這次加州這件事件 我就見到有很多人 根本就不知道 有些什麼 是自己不小心做了 是犯法的事 知道他就不會倒著鋪 所以 就是不知道 真是無知 不如我們休息一會 和大家聊一下 便宜莫貪的道理 好 待會見 歡迎大家回來 我們來精彩生活起跑線 結果 便宜莫貪 還有些什麼的例子 真是教訓我們 真是便宜不要貪呢 便宜莫貪 是一個 我們說日常生活當中的準則 這個準則 其實你是不覺不覺 在生活各個層面 都會發生的 便宜莫貪 我剛剛講到 例如剛剛有運鈔車 某種原因 錢跌下來 如果你撿的話 是違反美國法律的 只不過我們好奇說 偷950元以下 不用懲罰 撿950元 你剛剛講的事情 都是在加州發生的 但始終我相信 即使警察最終起訴 或者撤訴 你的過程都很麻煩 像你剛剛講的情侶 那樣 車鎖了自己都進不去 接著被人抓去警告 車被人拖 其實這些生活細節 往往會同一些 因為我們貪便宜 會為我們造成很大的損失 便宜莫貪 講個好笑的故事給你聽 有一次和朋友去一個餐館吃飯 吃完飯之後 接著就會去另一個地方卡拉OK 其中一個朋友就是 貪小便宜 他覺得我車放在這裏 我坐別人的車去 可以省油 又可以不用我喝完酒 開車危險 他就坐朋友的車去了 坐得很開心 晚上1點鐘 叫朋友車回去 原來停車場 我拿車 誰知道整個停車場 空空如雅一部車都沒有 為什麼 被人偷車 他第一時間反應就是被人偷車 所以打電話報警 警察就說 那你等等 我們來處理 然後他就想說不是 他說你們有沒有拖過車 警察就說沒有 所以搞來搞去 搞到晚上2點多 後來才發現 這個停車場 其實人家已經標明了 晚上停車不能夠超過12點 超過12點的話就會拖車 其實有很多人見到那些停車場 寫 譬如說這個位是留給某某公司的 今天公司都沒有開門 譬如說銀行 你知道星期日不開門 那我試過有朋友 去銀行旁邊的健身房做健身 他就想一下 今天星期日 銀行都不開 那我就照拍 結果一樣被人偷車 如果他寫著 星期六日除外 那你就不妨拍 如果沒有寫的話 就像我剛剛那個朋友那樣 你覺得我省點油 都對的 節能 但是你又沒有看清楚 這個停車就可以停多久 你就以為它可以停一整晚 那你知不知它的代價是甚麼 是甚麼 將近五百元 拖車費 這麼貴 即要去熟一輛車 是啊 我相信那五百元可以加 起碼加五缸油 這個就是其實 你覺得某種方式會令你得到好處 但是你想清楚 這種方式到底有沒有違反到規定 違反到一些法律 但是其實很多人都有一種 博下的心態 嗯 譬如說在停車場 你說停車場 除了說這個位置是留給某某商店 某某銀行 你就都可能會博下 譬如說星期日他不開 又或者有些在邊邊的位置 譬如說綠色的 你知道綠色通常是很短暫的時間 十五分鐘 十分鐘 十五、二十、三十都有 即是你要看一下 究竟那一個商場是綠色 究竟他們是多少分鐘的 是 好了很多人的心態就是我博下 嗯 有很多商場都不拖車的啦 那我博一博啦 通常譬如說寫三十分鐘 他停足一個小時 其實真的有機會是會被人拖車 很多人以為 我停三十 我停 你規定停三十分鐘 我停一個小時你怎麼知道呢 嗯 你有沒有計時器 我見過以前很多年前的 我簡直不敢相信這個新聞 在某某的這個叫department store 即是那些叫什麼 百貨公司 是 好了他就說明 哦這個的停車場 只是給這間百貨公司的客戶停 嗯 好了他就拍了 但是他就走了去隔離 另外一個的商店 嗯 就不在這個百貨公司 是 好了他真的被人拖 那回來 咦你怎麼知道我究竟 是不是入這個百貨公司 這個百貨公司的停車場 這麼大這麼多位 原來是有一個職員 在這個百貨公司的頂樓 是啊 監控 監控著 你有沒有真的走進百貨公司 那所以 他明明見你拍了一輛車 那就走了去了 所以 你知不知 為什麼這個職員這麼積極 為什麼 大家要知道這個秘密 例如我剛才講的朋友 他停車在那裏 12點之後 他沒有拿走 接著被人拖車 是 因為那個Parser的 secure 是跟拖車公司 大家有密切聯繫 噢分錢 是了他如果拖那部車 就是我們理論上推測 他是有錢分的 是 所以其實你沒有覺得 沒有人監控 誰說的 比如說 可以停30分鐘 你停一個小時 是 你有沒有見過怎樣捉 滑滑 是了 用粉筆滑滑滑 滑滑滑 反正你停了30分鐘 他滑滑 如果你再過10分鐘 還沒走 他就照顧你 當然你說過了5分鐘 可能沒有人來 不是的 有的 我覺得不要拼搏 千萬不要有一種拼搏的心態 很多人開車都拼搏的 譬如說 我覺得 這件事我不是很喜歡的 有些人說 我超速5米是不會被人捉的 大家其實 譬如說 在freeways 65你就開70 總之有個心態 就是我過5米 不會被人捉的 在local 40米 我開45米 不會被人捉 誰說的 這個是有個警察跟我說的 不是 但是他是可以有權捉的 他說他通常我們不捉 通常不代表一定的 所以大家在那邊拼搏的心態 我就覺得不要拼搏 這就說回我們 作為新移民來到美國 其實我覺得一件事很重要 就是了解當地的行事規則和法律 譬如說停車場 你不要承認他 他說停在這也不要緊 反正我又沒有 叫你看著 你要看看 他跟你說可以停多久 你要真的要認真去看 這就是我們常常會 在某些地方停車的時候 很多人覺得 周圍沒有什麼 其實可能你走多三兩步 他動了一個牌子 因為他的停車 可能那個位置很長 每三五部車 他動了一個牌子出來 跟你說 在哪裏付錢 一個小時多少錢 你剛剛停的位置 你看不到牌 你當沒事 一定不會中招 其實真的要很小心 我試過 在Pasadena那邊 你知道是多少遊客 或者是餐館 夜市 我已經看了牌子 想著 他是幾點到幾點 是需要 即是可以泊車 要付錢 我打算過了 不用 其實不是 他下面還有一個牌 是要付錢的 我都不小心看錯了 特別要看細緻 越是細緻 就是我不小心 越是細緻 看錯了 所以就變成那餐飯 突然又要付幾十元 幾十元 很便宜 我剛才說的朋友 就停過了一小時 被人拖走 然後拖著公司 說不好意思 反正我們收費的錢 將近五百元 四百八十幾元 好貴 這是我自己的經驗 有一次我去一個旅遊景點 一個海灘 我看 這麼好的 停車不用錢 然後我說 不可能 我說這是一個這麼熱的旅遊景點 停車 有什麼理由不用錢 原來你入口的時候 它凍了牌 你要去哪裏 哪裏 你完全看不到 有很多機 它的機不是每一個位置 隔壁都有 它可能凍了在中間 有幾步的 或者旁邊的 你就要拍好車之後 看看自己的號碼 有些是有的 你就要去那個機場買這個票 有些沒有號碼 但是你去機場買了一張票之後 就放在你的車頭 擋風玻璃裡面 後面 所以 其實我們拍車 真的要很小心 真的不要亂停 不要用一種 駁的心態 不會被人抄的 如果拖拖車 幾百元 我覺得不值 拖拖車是幾百元 其實有些你不懂規矩的東西 會影響到生命安全 有些什麼呢 我這個星期日 我就去一個中國人出入 就是我們華人出入的一個超市 我真的無言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我是由馬路轉入那個超市的停車場 這個時候超市有車出來 超市那邊的車出來 就一定有停車 但是我那邊是沒有停車 因為你是大路 當然 如果我在大路停停停車 是否很危險 這個是很多 我看到很多在美國生活的人 他是覺得 他看到自己這裡有停車 他就認為四面都是停車 不是的 有兩面停車 甚至三面停車 我那天就開了三面停車 是 裏面是有三個方向的路 都有停車 大路進來不用 那我就照進去 他呢 即是那位阿叔呢 他本來他前面那部車 停停停車 轉出馬路 因為有車 那部車不敢轉 那你遇到這樣的情況 你應該 你和那部車保持一個通道位 給其他車過 就是好像我那樣 我進來如果沒有通道位過 我就變成一半的車樓 有車停了去馬路 這個時候有車撞過來 你很危險 誰知道他老人家 還要搖下一個窗 挖著我 很憤怒地挖著我 搖下一個窗 是呀 他挖著我 我心想阿叔你看清楚 我這邊是沒有停車的 即使我這邊有 你都應該留中間一個空位 給車過 其實在美國生活 很多人覺得 我考了個車牌 我就什麼都知道 很多人不懂得開車的 很激烈的 我在美國開車這麼久 還有很多事情我不明白 有什麼 不如我們休息一會 好 待會見 本來精彩生活的起跑 事業結局 你剛剛講到 駕車方面 也覺得有很多人 好像真的不是很懂得開車 但是又考到車牌 其實在美國考車牌 大家都知道 是容易到不得了 其實你不犯三個大錯 不犯二十個小錯 還是十五個小錯 忘記了 反正我覺得 在美國考車牌很容易 但是你考到車牌 不代表你知道 美國的一切行車規則 有一件事我到現在 都未搞清楚 什麼呢 心機旁邊的聽眾 如果你們有答案 不妨在我們留言當中 大家分享一下 當我開車在雙車道的時候 我要左轉彎 而對面有車 右轉彎 我轉去那條右是雙車道 請問誰優先 我理解一下 我理解當然是轉右的優先 轉左永遠沒有優先 有兩個教車師傅跟我說 有兩個教車師傅跟我說 不同的答案 有一個教車師傅跟我說 他說 角轉角 右轉那個就轉去右線 左轉那個就轉去右線 左線 互不干擾 說而已 老實說 我覺得大家一起轉的話 大家完全嚴謹地按那兩條線走 萬一你抽太抽大了 另一個教車師傅跟我說 就是你所說的 左轉彎的要讓右轉彎的 因為右轉彎那個它是大路 單線的話 是 如果單線的話一定是這樣 雙線的時候 這個我到現在 我都沒有一個令我很順服的答案 雙線 總之這樣說 我會這樣看 可能你說第一個教車師傅 左轉彎去左線 右轉彎去右線 這個是對的 但是萬一 真是萬一如果有碰撞的時候 我覺得永遠是轉左那個是吃虧的 因為我前提是 兩條馬路 交叉的兩條馬路全部是雙線 單邊雙線 這樣才有這個問題 如果是只有單線的話 那你一定是左轉彎 右轉彎 這個是沒有問題的 雙線的時候 這個就是 其實很多事情大家要去了解 如果你說 好像我這樣 我開車那麼久 我真的未有一個準確答案 我怎麼辦呢 你就小心一點 不是 我很簡單 我仰手就對你走 我懷疑你左轉右轉 仰手都未必可以的 因為我試過 我朋友試過 他在家轉出來之後 就下車的 跟著他那個鄰居 就back up出來 在他的家 好了 他鄰居和他都見到 咦 大家 雙方都見到大家 然後大家仰手 兩個都停了在這裏 就兩個一起仰手 今天仰完手之後 兩個一起動 結果都是錯 這種情況就好笑 結果都是錯 這樣都錯 真的沒有辦法 所以 兩個人下車之後 有沒有笑到嗎 唉 那倒不停了 真是 還想怎樣 反正我們講回今天的話題 我們剛剛講了第一個話題 便宜莫貪 我們都知道貪便宜是犯法的 包括 我們加州很多人種水果 是 別人家的水果你可不可以摘呢 這樣的 如果在別人家的家裡 不行 真的你不問自取 就算他在他的前衣 你可以走過去花園 隨手摘到的 都不行 因為屬於他的財產 嗯 沒錯 但是如果他那個果樹太大 飛出來 已經是 不是他家裡的範圍之內 可能去了旁邊的屋 去了你家屋 又或者是出了馬路 那那個就可以了 不是 出了馬路不行 意思是行人道 都不行 都不行 他家屋 他的水果伸了出來 如果那個地方是一個工地來的 譬如說行人道 你是不可以摘 如果他伸了去離家 你是不可以摘 我以為行人道可以 不行 這個就是我們 我見過北加州 有位 這個都是愛好眾野的人 鋪出來就是這樣 終於是罵到警局 那警察的答案就是 不行 你如果伸了去你家 基本上 沒有人會告我 那棵蘋果生在你家裡 然後你摘了 你伸了 你已經沒有管好你的樹 可以摘了它 對 你可以摘了它 但是反過來說 老實說 一個水果值多少錢 是不是 如果伸到你家裡 那你就和旁邊的屋子搞好關係 我摘你的蘋果 明天我送一些香蕉給你 這個是可以搞好輪類關係 對 但是如果你說你走過 那些水果伸了出牆 公共的地方 你摘的話 那個屋主有權告你 所以這個就是區別所在 是 講起這個便宜莫貪 我有時都覺得 真的便宜的東西 未必是好的 這個話題 我們講了很多次 其實 但是這些事情 有時在這個生活當中 不經意地就掉到陷阱裡 但是 經常發生 但是仍然會發生 那就是好像金光檔 金光檔 我想說少些幾十年前 我已經知道 這就是你的貪念 譬如說我們經常在電台節目 敏儀是一個精明的消費者 什麼叫精明的消費者 買到便宜的東西 不代表一定是精明的 這個便宜是有價值的 而你又沒有被人騙到的 這個才是精明的消費者 其實講起騙人 我想在什麼年代都會有些騙案 剛剛你說的那些 金光檔也好 電話檔 什麼檔都好 其實已經是舊時 天天都聽 我最近還見香港有個有錢的阿太 因為電話騙案被人騙了三千萬 我想想 我也是不明白 你對這個世界 你可能不聽新聞 但是天天是新鮮的 是不是 現在的騙案 之前有什麼領事館打來 一會兒有FedEx 最近我聽到很多朋友說 他們的WhatsApp那些 突然之間會有訊息告訴他們 我很久沒見你 你還在不在 或者什麼 我女兒都收到 九不八八收到 我女兒就很傻地認她 因為那個人寫中文 他說 我不懂得看中文 我最近收到幾個 有一個是最搞事的 我看過我想笑的 他說我最後一次找你 是你找我先的 你對我這麼沒禮貌 你找我 我回答你 你又不回答我 所以我覺得你是一個沒禮貌的人 但是我給你最後一次機會 這麼壞 莫名其妙 你貴姓呀 你的照片是很美女 我知道 但是關我什麼事呢 我真的不認識你的 那你就第一時間刪掉 那就刪掉了 其實這陣子 無論是WhatsApp 或者是這個 還有很多其他的社交媒體 包括Facebook 我都遇到過 Facebook是怎樣呢 Facebook在那個叫什麼 Messenger Messenger那裡 又是這樣 喂很久不見了 你在做什麼 這些通常就是兩種人 一個英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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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心想 喂 大哥 你都知道我 如果你入了我Facebook 你都知道我是男的 你找個英俊 不過現在都不是的 多同性別認可 所以這些事情 千萬不要覺得好奇 你是誰呢 這些 主要你不認識他的 你又沒有理會他 但我想這些 很多人已經有戒心了 反而還有另一種的騙案 大家要小心 就是利用他 即是我們的同情心 即是他騙你的同情心去騙你的錢 之前呢 我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曾經有一個新聞 是講一對男女 那他呢 就駕車在公路上沒有油 那後來呢 就有一個 漏浪漢 街油 是的漏浪漢 政治正確應該說街油 不是那個漏浪漢 是是是 街油 那他就把自己本來要買東西吃 剩餘的二十元給了他們去入油 那跟著這對男女就很感激他 那就發起了 要幫這個街油的行動 你知道現在在Facebook 經常都見到的了 Go Fund Me 那樣 那就希望可以籌款 幫他籌款 那結果呢 這兩個人呢 就幫那個街油籌了很多錢 是籌了四十萬 四十萬美金 是的 但是原來這個是一個騙案來的 現在法庭呢 對這個案件呢 就已經準備宣判了 那判了沒有 未判 現在最高刑罰是可以籌禁二十年 嘩 那麼厲害 當然了 你四十萬 很多人 是一個很大的數字 很多人被騙 那最關鍵是這個故事當中的三個男女主角呢 其實他一向認識 怎麼認識的 是一個特殊的地方認識的 不如我們休息一會 待會回來聊 好 待會見 歡迎大家回來 徵掌生活氣跑線 結果剛剛在說 應該是New Jersey 在New Jersey 有一對男女 就合同一個街友 去騙人 騙了四十萬那麼多 那這件案件差不多要宣判了 但是你剛剛說到 原來這三個人本來就是認識的 是的 它是一個很特殊的場合認識的 哪裡啊 賭場 在賭場 這三個都是包括街友 都是賭場的常額來的 這個就是整個我們說 那些人其實 現在很多的左派媒體 喜歡將那些街友 描述成這個所謂的弱勢群體 我們要幫他們 包括我們LA 現在不是建了很多被街友住的 所謂的公共房屋 是 二十幾萬一間 我看都ok的 挺好的 ok 我看都挺骨子的 我看那些照片 只有這個三十尺 好過他們睡在街上 是的 但是問題是三十尺 會不會要起二十幾萬呢 這個零計 所以總之 很多左派媒體或者政下 會將這些人描述 他們 譬如說曾經為國作戰 是 真的很多街友是這個隊伍軍人 包括我們剛剛說的 故事當中 那三個男女的街友 他是隊伍軍人 是 正是有這個身份 所以那個情侶 才可以作一個故事出來 就說這個街友 曾經為國作戰 去過伊拉克的阿富汗打仗 回來之後就遭遇了很多困難 所以只能夠流浪街頭 是 好了 現在呢 因為他這麼善良 將自己僅有的二十元 他是說 那個女士那部車停在路上 沒有得動 這個街友 將二十元拿去加油站 買了一個桶 再加上油 嗯 接著走了不知幾多分鐘 接著就跟他加油 很感人 這個故事 當然很感人 街友他剩下二十元 他可能是幾天的生活費 他都無償捐出來 是不是很值得大家去尊重呢 所以為什麼有一萬四千人去捐款 就是因為這個故事很感人 其實這個是新版的金剛黨 新版金剛黨故事 大家都覺得很感人 就是捐錢給他 好了 好 後來這件事 這件事怎樣東窗事發呢 是這個街友出來控告 為什麼 因為在四十萬裡面 他總共分了七萬多元 那他覺得不公平 不公平 是啦 四十萬三個人分 起碼分十幾萬 反正他們之間 因為發生了矛盾 所以將這個東西供了出來 供了出來 供出來之後 檢察官調查的時候 已經發現 除了這個街友分了七萬多元之外 剩下那些錢 那對情侶 拿來買豪華汽車 拿去支付他的豪華旅遊 好過分 支付他在賭場的賭資 好過分 全部洗光 全部洗光 一分錢都沒有 其實這個故事並不奇怪 你記不記得幾年前 我們南加州都有這樣的故事 林啟賢 記不記得這個人嗎 記不記得 一個年輕人叫林啟賢 他說我自己做了一個社會實驗 他給了一百元的街友 然後他拿了一部攝影機 跟著這個街友後面拍 發覺街友真是人性光輝 就拿一百元去買了食物 沒有買煙 沒有買酒 沒有買毒品 買了食物 分給其他街友 這個社會 這個美國社會的人性光輝 然後大爆發 於是同樣是很多人 捐錢給這個街友 於是 林啟賢 還編了一個故事 說這個街友 為什麼會流浪街頭呢 是因為他的爸爸病了 他要幫他爸爸醫病 就把自己的房子賣了 然後呢 就花了錢 他變成沒有訂 沒有訂 所以只能夠流浪街頭 很多左派媒體的記者 就很認真地去採訪這個街友的家人 採訪到他大哥 他大哥聽完故事有些 笑到趴在桌上 他說他被人趕出家門口 絕對不是為爸爸醫病 而是他瑜酒 他喝酒喝得很厲害 這個街友後來都因為瑜酒死了 因為林啟賢和他雜了二十幾萬 好像都是四十幾萬 就說和他買一間屋 第一沒有買屋 第二這筆錢 我看到媒體的報導 是檢察官的調查 調查完之後就不了了之 可能林啟賢用了一個很厲害的辦法 令到這筆錢 不像我們剛剛講的之前的故事 他拿去洗去賭 買豪車 總之這個街友最終被人發現 是死了在Wall Green的後面 身邊堆滿了空酒瓶 我想問的話 如果你不捐錢給這個街友 他沒有錢買酒的話 他可能多幾年命 是 就是因為你們所謂的善良 被那個林啟賢騙騙了 騙了之後 林啟臣好像叫做 林啟臣 林啟臣 騙了 然後你把錢 一部分是給他街友身上 他有錢他就去買酒喝 都知道他酒瓶中毒死了 其實我覺得最差勁的地方 就是你要騙人家的同情心 利用人家的同情心 就是我覺得大家 是因為出於同情心去捐款 這些真的是善款 怎麼可以把人家的善款 你拿去賭 拿去洗 是騙回來的 同樣幾年前 都在南加州發生的故事 這個故事有趣在哪裏呢 那時候我在另一個電台做節目 主持人問我 他說 最近報道說 有一個年輕的女士 抱著個B 是 在南加州的巴薩丁娜那裏行黑 你怎麼看這件事 我說 我覺得基本上這個是她騙子 是 那後來證實她是騙子 因為後來有人跟她 原來她的先生會拿一部 豪華的Benz去接她 這樣也可以 是 因為我為什麼說她騙子呢 你common sense說 在美國最受保護的是什麼人 婦女兒童 是啊 在這個弱勢社群裏面 婦女兒童是要最被政府幫助的 特別是兒童 非法移民的兒童 都不可以找這裏 不可以找那裏 何況你是一個美國合法的小孩子 所以你會奇怪 最受保護的婦女兒童 居然要站在街上行黑 你覺得美國福利體系 是不是已經崩潰了 所以其實她根本就 沒有資格去申請這些福利 但是她扮一個需要幫助的人 然後在街上很多人給她錢 只不過後來有記者跟著拍的時候 就拍到她原來住在一個豪華的一部分 其實我真的覺得這些人很差 那搞到我們 如果有時覺得有需要去真的捐些錢 有時我都會怕 會不會我被人騙的 會令到你有很多疑問 為什麼 如果你不應該捐錢給一個騙子 你捐給她的話 其實這不是你的善心被利用 而是你令到這個社會 整體的道德水平崩潰了 其實搞到我們真的很多事情 已經開始懷疑 譬如說想捐錢 聽說捐了些錢 根本又去不到那個有需要的國家 而是給那些行政費用 吃光這些非牟利組織 首先她是把行政費用 吃光你捐的錢 搞到我又不太敢捐錢 我覺得我的錢究竟去了哪裡 最近我們美國有一個很聰明的人 就不捐了 這個人叫馬斯克 Tesla的老闆 Tesla老闆為什麼她有個故事呢 她就是聯合國的糧食組織 有個負責人 呼籲說 現在我們在世界很多角落 有很多災民在捱著飢荒 馬斯克先生 如果你捐60億 世界上的飢荒就可以解決 那60億真的很多 不多 對於馬斯克來說不多 她幾千億身家 我的意思是60億真的可以幫到很多人 所以聯合國的糧食官員說 我們可以解決全球這些 有需要的人應對的飢荒局面 馬斯克的答案很簡單 你說我聽怎麼用 你說得清怎麼用 我馬上拿出水 那各位官員就收了一聲 馬斯克就很聰明 她明知道我沒有捐60億 我捐600億 我一樣見到全世界很多地方的人在捱我 為什麼 這筆錢被這些貪官都貪了 被你用了所謂的行政費用 巧立明目把這些錢都花光 所以其實善心是一定要的 但是更加重要是我們要識穿那些偽善的人 這樣才能夠維繫我們的社會道德基礎 每一天都在學習 我覺得 沒錯 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次見 拜拜